哈喽老铁们快来快来 我已经提前两天才好点 过了两天今天东家就打电话过来 说可以把挖机拉过来拆房子了 今天的主要干活内容就是 拆除一个70年代修建的房子 旧场地翻新成新场地 整理四周在原有的屋迹上面盖新房子 老铁们别划走 等一下就有好戏看 而且里面80%的人都没有建过 建了就发财的那一种 扬归正传 现在挖机准备修一条路 按照东家的要求 修一条4米多宽的入腹路 先把路的平面宽度还有轮廓修出来 把这里的路先刨一刨 修一条挖机能开过去的路 方便挖机等一下叼着东家的大木头 从这里开过去 把这里的草刮一关 平出一个放木头的位置 这个就是整个房子里面最值强的东西了 东家还是比较讲究 包了一个红包 叫我用挖机把这个大木头给它叼到旁边去 一般拆这个房子的时候灰尘就比较多 当灰尘多的时候可以选择移动不动 等灰尘上去过后这样再做事就比较安全 东家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了 就这几块大板子 叫我怎么样也要给它保住 其他的挂瓦条之内就不要了 非常小心的把这木板子给它勾到一边 这样去挖总感觉一不小心就会把木板碰断 索性叫东家把木板抬到挖斗里面 运到旁边 接下来就把一些挂瓦条还有木棒 统一的给它推到一边 剩下比较小的就可以不管它 OK老铁们 我们继续把挖机开到后面 把后面的这两棵树给它推倒 树推好过后 那么像后面的这种情况 应该把后面的土坑子修成斜坡 才会跟这个场地更新房子更搭配 才会更容易体现出整个场地 房子更加美观 更加有气质 我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把挖机开下来过后 是怎么处理中间的砖扎跟石头的 首先把房屋中间的砖扎分成两半 靠近入户路这边就把砖扎挖过来铺路 剩下的这一边就把多的砖扎拿过来填一条小路 给它加宽 就这样中间的砖扎已经被分配完了 接下来就把里面的被钩 还有以前的毛屎坑给它挖出来 老铁们请看 这个调食基础就是东家硬要求的 不能给它挖起来 东家就会比着这个调食基础 修建新的房子 OK老铁们 今天的活已经快收尾了 能不能给我点个赞 顺便加个关注 接下来就把这一条入户路 全部抹平 抹平过后 就用铝带来回的给它碾压 压到非常的结实 以后拉材料的车就可以从这里过 边上也拍一拍 到最后这里需要买水泥管 勾挖完过后就开始回田 每天小坐200生活多姿多彩 今天的活就干完了 昨天晚上下了点小雨 不知道这个坡这么陡能不能爬得上来 心里面也是没有底 把这里的路修一修 看见这个坡腿都在发抖 心里还在磨练 我吵 这干完活怎么爬得上来 不管那么多 活还是要干 钱也要赚 挖机就这样直接滑了下来 看事情做事情 把这一点水给它扫到旁边 爬斗坡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履带上面沾了水 今天爬的这个坡我还是比较顺利 只需要花一点小心思就好了 把整个坡分为两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调整方向 履带斜着先往上面开 开到中间部分直接把挖斗伸到最前面 加大油门直接一口气冲上去 开上来过后 今天的干活内容就是 非常简单 挖土把这个挡墙外面给它保起来 刚开始老板没有过来 前面那一点还搞错了 现在重新开始 就这样把外面的土挖进来 堆在这里 做成一个台阶 一个一米左右的平台 工人也可以站在上面方便做事 拆模板 按照老板的要求 往上面转土 再给它拍一拍压结石 就这样边做边退 把外面研磨成一个斜坡 这样既美观又大气 边上也时不时的给它按一按 做到这里 后面的老板说就不填了 我们就把这里给它按一按 看着这边高低落差很多 填的土也比较松散 刚好挖机要下去 就这样横着修一条路 把外面的坡也顺便给它拍紧 拍紧了过后就有效的防止了下大雨滑坡 因为都是刚刚填的新土比较松散 而且还填了那么厚 肯定就得给它拍一拍 拍完过后就把挖机往后面走的履带印子 再用图给它薄起来 抹成一个斜坡 从远处看或者从上面看 这里就是一个大斜坡了 就不会很陡 看起来就会更加的结实 看到这下面是一个庄稼地 还种了不少的玉米 就帮它把里面扛子的草和树枝 给它刨一刨 边刨我们就边修路 往下面退 这么多树枝压在人家地里面 人家也会说 特别是在农村干活 挖机准备退场的时候 一定要擦好屁股 如果有一点小的问题没有处理好 等你挖机走了过后 它就会过来找麻烦 到时候把你搞得哭笑不得 你还是要去处理这些问题 OK老铁们 今天的活就干完了 从上面看 就是一个大斜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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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